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分享的题目是 积淀的软弱 积淀的软弱 是因为他的火爆性格所造成的 他是个很喜欢与人争辩 性质很急的人 像这样火爆性质的人 最容易得罪三种类型的人 第一种类型的人 就像以法连人这种脾气倔强的人 第二种类型的人 就是像苏歌人和皮努伊勒人 这种爱说风凉话的人 第三种类型 就是像米甸王西巴和沙木拿 这种死不认错的人 在四诗纪第八章一到三节记载 以法连人因为积淀 没有邀请他们一同去与米甸人征战 就大为干火跟积淀炒了起来 全以色列人都知道 以法连是最会打仗的 积淀区跟米甸人打仗 竟然没有邀请最会打仗的以法连一起去 难道积淀瞧不起以法连人吗 这的确是积淀的责任 他当时在召集军队的时候 确实没有想到要去找以法连人 真正会打仗的以法连人积淀 没有去找他 这是为什么呢 或许这也是因为积淀软弱的地方吧 积淀他自己就是一个打仗的专家 他认为靠他自己就可以了 何必再去找别人呢 所以这个时候 以法连人会这么生气 也是出在积淀 他自己软弱的性格所造成的 但是这个时候的积淀 他已经经过上帝的调教了 他的火爆性格已经收敛了许多 况且他也看到以法连人重要的贡献 若不是他们的帮助 敌人怎么可能这么容易被消灭呢 所以当积淀想到这里的时候 他就用柔和谦卑的口吻 对以法连人说 他说你们以法连人 从地上所捡的那些掉下来的 或是别人摘取剩下的葡萄 都比我们家去所摘来的还来得多 你们捡地上的葡萄都比我们去摘 葡萄还要多 而且你们一出马 就杀了米甸人的两个首领 恶利和西伊伯 我们怎么可以跟你比呢 你们的确是打仗的专家 所以以法连人听到积淀这么说 怒气也就消了 化解了一场可能引发的更严重的冲突 所以说在面对这种硬碰硬 谁也不肯扶谁的情况之下 应该怎么做才好 圣经给我们的提醒 是我们要有一方先让步 那问题是谁要先让步呢 是属神的人要先让步 积淀这个时候 是被上帝调教过了 成为一个属灵的人 所以他的个性也改过了 他把他的软弱和缺点都努力去除掉 所以我们从这个例子 我们思想到 我们自己是不是有这种火爆的个性呢 当他他人有一种倔强的脾气 我们跟他互不相让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寻求解决的对策呢 其次我们看到 积淀这种火爆的性格 除了得罪像以法连这种人之外 还容易得罪第二种类型的人 就是像苏格人和皮努医的人 他们有什么特质呢 他们就是喜爱说风凉话 我们看看四世纪的第八章 第四节到第九节提到 当基甸带着那三百个人 度过约旦河 要去追赶这个米甸人的两个王 就是西巴和撒木拿的时候 他们一路追赶 感到非常的疲惫 于是他们就来到苏格人那边 向苏格人请求 给他们一些饼可以吃 可是苏格人竟回答基甸说 西巴和撒木拿这两个王 已经在你们手里了 你们难道还要求我 给你们饼吃吗 言下之意就是在取笑基甸 他说你们根本就没有办法 抓到西巴和撒木拿 如果你们有能力抓到他们 为什么还要向我求 要求饼吃呢 面对苏格人这种冷嘲热讽 这种一边说风凉话 又不肯出手帮助 基甸怎么能够咽得下这口气呢 所以他就对苏格人说 当我抓到西巴和撒木拿之后 我要用野地的金条和纸籍 来好好教训你们一番 所以基甸一行人三百个人 又来到另外一个地方叫做皮努伊勒 同样的基甸也跟他们请求 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些饼吃 因为我们追赶敌人非常疲惫 结果皮努伊勒人怎么样呢 他一样的跟苏格人一样 对基甸说风凉话 他说我们也是一样 不肯给你们饼吃 你们有能力靠你们自己 这个时候基甸也是非常的恼怒 对皮努伊勒人说 等我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 我要把你们的这个楼给拆掉 来教训你们 果然我们看到四诗纪第八章 十三节到十七节就记载 基甸抓到了密甸这两个王 西巴和撒木拿之后 就回到苏格人的地方 照着他先前所说的 抓住那城内的长老 用野地的经条和纸籍 折答教训他们 接着基甸又来到皮努伊勒 同样也照他先前所说的 不但拆回了皮努伊勒的楼 还把那里的人都给杀光了 或许这也是基甸在性格上软弱的地方 他是相当随性的人 凭他个人的好恶 以及感觉来做事 所以面对喜欢说风凉话的人 基甸无法做到像圣经所说的 一个属灵的人要忍耐 要接受 他反而是以恶报恶 这就是基甸软弱的地方 你曾经有过像皮努伊勒人 像苏格人这样吗 喜欢在一旁说风凉话 当我们遇到这样的人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样对待他们呢 最后我们看到 基甸这种火爆性格的人 第三种最容易起冲突的人 就是像米甸王西巴和萨木拿 这种死不认错的人 为什么他们是死不认错的人呢 当基甸抓到这两个王之后 在四世纪第八章十八节到二十一节就记载 基甸说出的隐藏他 在他内心里面许久的一段往事 他为什么如此苦苦追赶米甸这两个王呢 而且他还非要亲手抓到这两个王不可 当他抓到这两个王 米西巴和萨木拿之后 基甸第一句话问他们说 他说你们还记不记得过去 你们曾经在塔伯山杀过一些以色列人 他们说的确是我们之前有做过这样的事 而且那些人都好像你一样 那些被我杀的人都有王子的样式 他们的相貌堂堂像王子一样 原来这两个人曾经在塔伯山杀了基甸的一些 同母亲所生的亲兄弟 所以长得跟基甸一样是王子的样式 基甸把这件事情一直放在心中 这是他想要报复的一个仇人 这时候上帝使用他担任士师 在战场上遇到这两个杀害他亲兄弟的仇人 就是这个西巴和萨木拿 基甸他做事情原本是相当有分寸的 他是公私分明的人 国仇是国仇 家恨是家恨 不应该假公济师 公报私仇 所以他叫他的长子 义铁说 你来把这两个敌人杀了吧 可是义铁是个孩子 害怕不敢拔刀 结果西巴和萨木拿就对基甸说 你自己来杀我们吧 因为人如何力量也是如何 就是取笑基甸的儿子 没有能力 基甸无法忍受他们这样的绩效 于是就亲手拔刀 把这两个王给杀了 基甸也是没有按照圣经的原则 属神的人要温柔挽回 将那些作恶的人用温柔的心挽回他 所以我们看到像米甸王 西巴和萨木拿 这种使鸭子嘴硬的人 死到临头还不肯低头 使得基甸非常恼怒杀了他们 若是他们当时可以谦卑的寻求基甸的原谅 或许他们也可以逃过一死 但愿我们透过基甸的软弱 也求神来帮助我们 学习靠主成为一个属神的人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上帝 感谢你借着基甸的软弱教导我们 要用爱心忍耐温柔的心 做一个属神的人 面对脾气倔强的人 属神的人要先让步 面对说风凉话的人 属神的人要先忍耐接受 面对死不认错的人 属神的人要温柔挽回 求主保守我们成为一个属神的人 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